说起足球,每个人的回忆都不一样,但更多的人会想到巴西,想到那个足球王国,魏力离我们很遥远,大部分球迷都没能经历那段岁月,虽然他是公认的球王,但总会有点生疏,笑别是从2002年韩日世界败开始看球, 不仅有中国队,还有那支梦化的巴西队,除了超神罗纳尔多,李瓦尔多才是那支球队的真正核心,出生于1972年的李瓦尔多,大气阑城,在巴塞罗纳,李瓦尔多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巅峰,在1999年,李瓦尔多成为了新科世界足球先生,在这一年,他27岁,不像同胞罗纳尔多那样锋芒毕露, 李瓦尔多给人以沉闻,给人安心,2002年世界败,不仅是罗纳尔多的生涯巅峰,也是李瓦尔多的生涯巅峰,9号的大罗,10号的李瓦尔多,11号的小罗,3-2组合无人能敌,世界败七战全胜,毫无悬念将也经败,大家都记住了爱福头的大罗,打入八球,微风八面, 殊不知李瓦尔多作为中场核心,同样贡献了五个进球,李瓦尔多作为足盘长青树,一直踢到了2015年,这一年,他43岁,在这一年,李瓦尔多和儿子共同出场,双双打入进球,创造了一项历史,才46岁的李瓦尔多,早早就当上了爷爷, 堪称人生赢家,儿子李瓦尔迪尼奥和妻子生下了一个儿子,李瓦尔多的妻子伊丽莎,从INS上来看,显得比儿媳妇更年轻漂亮,真是不得不佩服李瓦尔多,真是人生赢家,最近这段时间,李瓦尔多也来了中国几趟,其中一趟去了鲁能俱乐部,看望了好友塔尔德利等人,在10月6号左右,还去了一趟山西, 参加足球活动,在我看来,李瓦尔多属于被嘀咕的那一类球员,你认为呢?